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我想和各位同學聊聊有關考試畫卡的問題 目前台灣比較大型認識的考試都以畫卡為主 但是同學們在畫卡上有時會出現一些狀況 這是我們比較需要注意的地方 首先和各位分享一則新聞 連結會放在資訊欄 這是2019年的新聞 考生在答案卡上面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導致該科成績零分 每個人拿到答案卡上面都有印好考生資訊 只要確認號碼正確就好 不用寫上自己的名字 根據我過去的經驗 許多同學在畫卡時會遇到兩個比較大的問題 第一是畫錯卡 使得原本應該都會對的題目瞬間錯一大半 第二是畫不完導致在最後關頭急忙畫卡 畫得不清楚甚至是沒畫完 這兩個狀況都會讓你的實力無法發揮 我們來分析一下這兩種狀況 看看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第一種情況是因為同學們邊寫題目邊畫卡 這樣做本身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有些同學有養成了比較差的習慣 就是畫卡的同時正在看下一題 因此畫得不專心 看題目也不專心 那你畫錯的機率就非常高 第二種情況是因為同學習慣先打完所有題目 再一題一題畫卡 的確這樣會比較專注 也不容易畫錯 但是你如果沒有掌握好時間 很容易來不及畫完 我建議各位同學在答題時 可以以5題或10題為單位 寫完這5題10題先畫卡 畫卡的時候專心畫卡 不要想著還沒寫的題目 這樣一來你就可以一方面掌握考試時間 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畫錯卡的機率 以上就是我想在各位考生進入考場前 提醒同學的話卡方式 祝福各位同學 不管是面對哪一場考試 都能得心應手提提順利